我还不如一个说吧,往后息怒,陛下虽然没来,可是也没去其他废品那里。 长相思二枪炫九个老婆,陈荣新月最惨,看她大婚表现就知道原因,陈荣新月对母亲说,我可不想像你们一样,只有家族和利益,我想和陛下两情相悦,长相厮守。 后来,陈荣新月一身红色嫁衣,如愿地嫁给了枪炫为后。 在丰厚大典上,陈荣新月缓缓向枪炫走去,她路过枪炫的妃子们,路过她的兄长和朝臣们。 当她从沈书惠面前走过时,本应该目光向前的她,斜着眼看了看沈书惠,嘴角含笑,眼神高傲。 而沈书惠,毕恭毕敬的行礼,陈荣新月不知道,就她看沈书惠的这一眼,就已经注定了她没有好结局。 灵妖,陈荣新月在枪炫还不是王的时候就认识她了。 那时候,枪炫带着阿念和小妖在船上烤鱼,听到陈荣新月的琴声,就吹销合奏,由此把陈荣新月引了去,又因为防风硬的撕心,两边打了起来。 不打不相识,陈荣新月对才华横溢又长相不凡的华明轩的枪炫有好感。 后来,枪炫为了德王位与赤水风龙相识,得知枪炫是西颜王孙,陈荣新月勇敢追爱,枪炫为了夺权,和她谈起了恋爱。 之后,枪炫被五王和七王陷害,眼看争权无望,赤水风龙劝妹妹陈荣新月嫁给枪炫,帮她化解危机,可她不愿意,还和枪炫划清界限。 是沈氏雪中送炭,枪炫和沈书惠成亲,渡过难关。 眼看枪炫渡过难关,陈荣新月有些后悔,她没想到,后悔的还在后面。 枪炫不仅化解死局,还成功成了西颜国王。 这时候,在枪炫身边共享富贵的女人是沈书惠,没有她陈荣新月。 追悔莫及的陈荣新月,只能天天在家发脾气,无论是哥哥还是母亲劝她放下,她都不停。 她只想要荣华富贵和至高无上的地位,这些都只有枪炫能给她,她不想放弃。 为了达到目的,她到沈书惠宫里串门,想要偶遇枪炫,可枪炫不愿见她。 后来,她又找小妖,这才能见到枪炫一面。 可恶是人非,在别人有难时,她恩断义绝,在别人富贵了,就想来掺和一把,天下哪有这么便宜的事。 枪炫记得陈荣新月是怎么对她的,又怎么能对她笑脸相迎。 可枪炫为了统一中原,还是不得不取代表中原势力的陈荣新月。 枪炫心里难过,却不得不取,她能做的,就是在洞房花烛夜逃走,尽量不面对陈荣新月。 02,陈荣新月如愿嫁给枪炫当了王后,按理说她该满足了。 可人性就是这样,既要又要,永远不满足。 枪炫给了她王后的尊贵,她还想要枪炫的爱。 为了得到这没可能的爱,她差点搭上了自己梦寐以求的王后宝座。 陈荣新月这个人,自私,愚蠢,崇尚权力,高傲,脸皮也够厚。 为了再得到枪炫的青睐,她可以厚着脸皮的去找沈淑慧。 看似和沈淑慧面对面坐着聊天,眼睛却一直往外瞟,这谁都知道她动机不纯。 为了缓解尴尬,陈荣新月说茶好喝,沈淑慧说心进贡的,她以前都没喝过,还说要给陈荣新月包一些带回去,让她多品尝。 陈荣新月说,不用了,我也就是贪一时新鲜,拿回去只怕也会忘记喝的。 从陈荣新月的回答就可以知道,她看不上沈淑慧,觉得沈淑慧不应该过得比她好,所以沈淑慧给她的茶,她才不会要。 她觉得沈淑慧是在向她炫耀,而她不要她的茶,这个炫耀也就没成功。 后来,陈荣新月当上王后,在典礼上她协看沈淑慧,就是在向沈淑慧示威,你看,你是非,我是后,嫁给枪炫早一点有什么用,还不是要给我行礼。 当初是她不愿意嫁给枪炫的,如今又怨恨沈淑慧比她幸运,她登的位置更高以后,还要向别人示威。 陈荣新月永远是一副小人嘴脸,心胸狭窄,又爱吃醋嫉妒。 沈淑慧只是和枪炫有共患难的情谊,陈荣新月都能嫉妒成这样,当她得知枪炫最爱的是小妖,难怪她会发疯地要杀小妖。 而这个举动,差点让她一无所有。 03,陈荣新月的娘曾跟说她,得饭后宫是掌管宫尾,不要将心思花在争宠上,你需要的是陛下对你的敬重,而非情爱。 可她听不进去,还对了自己的亲娘只顾家族和利益。 亲娘苦口良言,至高无上的地位你想要,男女之间的情爱也想要,哪有那么多的两全其美。 陈荣新月不懂,她被无知蒙蔽了双眼,看不到枪炫娶她的无奈,看不到枪炫对她的冷漠,也看不到自己的丑陋,还永远觉得自己高人一等,谁都该等着她,对她好。 所以,沈淑慧被枪炫敬重她吃醋,小妖得到枪炫的爱她发疯的要杀人。 沈荣新月太贪婪了,已经拿到了本不该属于自己的后卫,还想去构枪炫的爱,怎么可能呢? 贪一次,别人可以忍耐,贪了又贪,要枪炫怎么忍? 更何况,她犯的是枪炫的大忌,敢对小妖动手,要不是赤水风龙以命保她,她早被枪炫弄死了。 即使是赤水风龙付出生命,也就是保住了沈荣新月的一个王后的名头而已,留下一条命,一辈子凄苦,也是她自作自受。 但凡沈荣新月听进去她娘的话,得到了地位,不再纠结请爱,她的一生也会过得尊贵又属心。 最后就是什么都想要,什么都得不到。 人最怕的不是欲望,而是无休止的欲望。 适当的欲望,可以促使人前进,无休止的欲望,就让人变得面目可憎,惹人厌烦。 沈荣新月,从对沈书惠不满开始,就已经奠定了她的结局。 但丁在《神曲地狱》里有说,骄傲、嫉妒、贪婪是三个火星,它们使人心爆炸。 这三个让人心爆炸的火星,沈荣新月全都有。 所以,她怎么可能会过得好呢? 长相思二,甘愿退位的外爷,唯一的作用,便是压制枪炫的风魔。 外爷退位了,她的身子骨已经一天不如一天了,而她最精明的一件事,就是把枪炫扶上王位。 没人知道帝王的内心在想什么,明明,枪炫被爷爷冷落了那么多年,连小妖都没算到。 最终的王位人选,竟然会是枪炫。 这足以证明爷爷的眼光到底有多毒辣,可在枪炫登上王位之后,她似乎没有想象中那般开心了。 没完没了的联姻,没完没了的暗斗,枪炫知道帝王之路到底有多辛苦,但她从来都不是个怕吃苦的人,只是唯有一个心愿,那就是跟自己的小妖永远在一起。 谁能想到,头顶上的王冠,竟生出太多的不得已,为了天下安定,她被要求联姻,为了士族和睦,她又被安排联姻,连王后之位,都有了合适且必须的人选。 枪炫知道,自己一旦有了王后,就会离小妖越来越远,所以在爷爷提出立后人选时,她果断说出了小妖的名字,只可惜,看着众人压抑的脸旁, 枪炫这才恢复一丁点的理智,将那句想让小妖做自己的王后,生生咽了下去,谁让她是王,本来婚姻就是由不得自己做主的,可在大婚那日,枪炫的心态还是崩了。 面对王后的欣喜模样,枪炫一点都高兴不起来,不是在婚礼上甩脸子,就是新婚之夜,将新娘子一个人扔在房间里,这种种的一切,都会成为枪炫日后被大臣诟病的地方。 可枪炫却无所谓了,谁让她本就不喜欢伪装呢? 之前还未称王的时候,枪炫可以披着假面具生存,但如今,她真的不想装了。 眼看着后宫已经有了正主,小妖不是没有眼力见的人,直接选择了跟妹妹一起回家,在送别的那天,枪炫再次封魔了,她一遍遍地询问着小妖的归期,还执拗地要求小妖只能离开13个月,只要时间到了, 枪炫会亲自接她的,那种快一出屏幕的心碎感,别提让人有多眷恋了。 也是因为看到了枪炫的种种封魔,才明白外叶存在的意义是什么。 人老了,自然是要退位的,但历代君王,很大一部分退位都是因为即将逝世,爷爷的身子骨虽说不如从前了,但真的没必要早早退位,可他却选择了给枪炫让出王位,再加上枪炫上位后的封魔。 这次理解爷爷的一番苦心,回去只有当过帝王的人,才会明白这高位上的孤单寂寞冷吧。 枪炫还年轻,不一定能够压得住自己的脾气与秉性,而爷爷存在的唯一目的,就是教会他如何做一个冷酷无情的君王。 婚姻做不了主,连爱人都得不到,这是当君王的首要关卡,还好有爷爷在,如若不然,按照枪炫的封魔,估计会把好不容易得手的天下,再次给做霉吧。 因为人都是贪婪的,在得到某一样东西之后,便会想尽办法地得到更多,枪炫已经得到他想要的权利了,失去爱情是必然的,如若不然,天下必定会大乱,但愿枪炫可以控制好自己的脾气,别被爱情冲昏了头脑吧。 毕竟那可是他辛苦得到的王位啊。